大家好,我是Stan 二代天团Pikbang将要回归了 今天YG娱乐对外声明 Pikbang预计在春季发表新曲 目前已完成了新曲录音 正在等待拍摄MV 虽然说YG娱乐的回归 是真的回归了才是回归 但是Pikbang在2018年3月发表单曲过Gear后 已经有4年都没有任何团体活动了 所以官方的这个声明 就已经令粉丝们都非常期待了 而且这也是在森林退团后 首次以4人发表的歌曲 所以 然后YG娱乐也发表了 没有与Top续约的消息 为了尊重 除了Pikbang活动以外 想要发展个人领域的本人意见 与成员们讨论后做了此决定 但是只要情况允许 随时都会加入Pikbang活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心脏在跳了 太期待了 好喜欢Pikbang的歌 不是粉丝 但是非常期待Pikbang的歌曲 但是因为Pikbang成员们 曾经引起过很多争议 所以负面的留言也是非常多 除了Teyang 不都在社会版面 以负面新闻出现过吗 第一次看过在宣布团体回归的时候 同时发表一个成员的合约结束 我真的很喜欢了Pikbang 不能就这样保留我的回忆吗 对于Pikbang将要回归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最近在留言区 有几个账号一直在复制别人的留言 而如果点进他们的账号看的话 都只是上传了一个影片 对 就是机器人账号 根据韩国Story频道的分析 这些频道都是超大量 搬运其他人的影片后 将订阅数做到10万 再将频道以1500到2000美金卖给别人 之后将可能会涉及到 版权的影片全部删除 只留下一个影片后 开始到人气YouTuber的频道 选一个点赞数多的留言复制后再上传 虽然是复制的留言 但是这些机器账号是有10万订阅的频道 也有10万订阅的回账 所以会收到更多的点赞数 抢走别人辛苦的留言 所以下次看到这种留言的话 就不要去理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看就知道谁是Money的男团 这个男团就是 为了刚踏入韩饭圈的人说明一下 Money就是老妖的意思 最近有很多KPOP团体的哥哥姐姐来 都看起来非常年轻 所以不是自己有关注的团体的话 一眼看下去可能分不清 谁是大哥大姐谁是Money 但是有11位成员的 应该不难就能看出谁是Money Doboyz的Money是谁 嗯...那个跳起来的他 Doboyz的Money是谁 在那里的他 Doboyz的Money是谁 那里 Doboyz的Money是谁 他 Doboyz的Money是...他吧 对对 Money...嗯...对 Doboyz的Money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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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